哈嘍大家好 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會從第五章的隱藏地圖 碧水洞的獵魔坑開始探索起 來套隱藏地圖的方式就是通過 完成牛頭領的支線 擊倒吃驚戰車 打碎一個門之後就可以進來了 那像其他章的隱藏地圖一樣 第五章的隱藏地圖 商店裡面也會賣一些新的東西 包括矽金線、紅泥雲濤 還有金城鑫 其中的紅泥雲濤我們在這個章節會拿到更多 這個道具可以在銀虎那邊 把我們的鮮皮裝備升級到神針 然後如果大家想參考的話 我升級的是新者套 因為能夠加一點跑圖速度 最後在開始探索以前 傳送點的右側 就是我們來到傳送點這個地方的 這個門進來的右側 這後面會有一個打坐點 也是我們在第五章的最後一個打坐點 獵魔坑的石崖前 如果Steam玩家前面打坐點都有解鎖的話 這也會挑一個成就 接鎖完打坐點我們傳送回獵魔坑的傳送點前 就直接出發往左邊開始探索器 那沿著左邊這裡的路往下走 等一下就會出發一場BOSS戰 跳下來經過一個石燈 再繼續往前跳到下面這裡的平台 到這邊就會出發一個劇情動畫 我們四處環顧一下 一顆鐵丘突然從天而降 這顆鐵丘就是我們之前在第五章的火光地 探索的時候有遇到的那顆鐵丘 看的話今天鐵丘拆成了兩半 原來鐵丘裡面是兩個妖鬼 跟第五章前面的幾個敵人一樣 這邊也是一個雙BOSS戰 將其中一個敵人打到半血之後 他們會合在一起變成一顆鐵丘 不過這個鐵丘並不像上面那個鐵丘碰到就死 碰到這個鐵丘是不會立刻死掉啊 最後我們將這個鐵丘的兩半都擊倒的話 除了個精神心是不會拿到其他任何特殊的東西的 要拿到他們的金破必須在前一部影片 豬八戒擊倒他們的地方才可以拿到 擊倒他們之後正前方這裡有一個圓形的石牌 在他右側這裡會有一個樓梯可以往上走 這裡就是我們接著要探索的方向 那上去之後馬上就可以找到下一個傳送點了 然後這個避水洞裡面也只剩下一個最終頭目 我們樓梯走上來之後可以靠左側這邊走一下 左側這邊會有一個寶箱裡面裝著一個金丹 可以加七里上限 拿完金丹我們就回頭繼續往下走 往前走一小段 穿過這兩個紅皮膚的牛頭小怪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下一個傳送點了 那我們過去把這個圖梯表給解鎖 這邊是避水洞的洞天深處 好挑戲完之後 我們從洞天深處的這個傳送點出來再往前走 前面這邊我們會看到很多的紅色皮膚牛頭人 那這些牛頭人可能會需要解決掉 因為我們下來之後左側這邊會有一個寶箱 這個寶箱裡面有很重要的道具 但要撿這個道具就必須把附近的敵人給先清一下 接到這些牛頭人之後旁邊的這個寶箱 我們可以撿到一個大力鐵腳的材料 這是後面鍛造大力套裝必須要用到的材料 而且一周末還沒有辦法拿滿所有的套裝會需要的材料 除此以外裡面還有紅泥云濤升級裝備用的材料 在往前走裡面這邊會載有兩個牛頭人 其中一個牛頭人它亮著藍光 把它寄到之後可以吸收到它的金破 如果前面都是跟著我的流程的話 這個金破理論上也是 遊戲裡面我們可以吸收到的最後一個金破 Steam也會挑一個成就 拿完它的金破之後我們就繼續往下前進 穿過前面的這個山洞 走出來外面會有一個小岔路 左邊這裡有一個領域 右邊則是有兩個牛頭人守著 兩邊是通道一樣的地方 我們往左邊這裡走會比較容易 而且左邊這裡還會有一個可以滑冰的地方 走起來應該可以比右邊快一點點 也比較有趣一點點 滑冰下來之後 我們往前方那個有看到通向的地方走 這個通向下面會有一個燈 那個燈是我們等一下要前進的方向 右側這邊是我們走另一條插入回來的地方 正前方這裡下面則會再有一個寶箱可以見 裡面可以拿到金剩心還有鐵中鞋 接著我們就往回走到通向下面有看到燈的地方 從這裡面進去 這邊是一個冰火兩重天的地形 左邊是冰右邊是岩漿 左邊這個冰雕前面還可以找到一個寶箱 寶箱裡面我們可以再撿到一個轟尼雲桃的素材 接著我們可以從側面這個有一盞燈在的地方 滑冰下去 滑冰到最下面就會解鎖我們在這張地圖的 最後一個傳送點 這後面也是這張隱藏地圖最終BOSS在的地方 這邊我們先解鎖了 滑水洞的水火道 另外我們剛剛已經拿到足夠升級一整套裝備的 紅泥雲桃 所以我也回去各個村先升級出了我的行者套 好那一些事先準備完成之後 我們就準備去下面挑戰這邊的最終BOSS 走到底跳下來這邊就會觸發一段劇情 我們要挑戰的BOSS 滑水金金獸從上面挑了出來 那這個BOSS我認為是有一點難度的 他本身攻擊欲望比較高 又能夠使用冰火兩種不同的形態 那這個BOSS他其實有三個階段 但是你不一定要觸發他的三個階段 然後想要打BOSS的哪一個階段 大家可以自由選擇 第一階段就是我們跳下來之後 直接會看到的這個BOSS 但他前面這裡有一個冰門 大家可以勾引BOSS來攻擊前面的這扇冰門 像是用巨型一三七之類的法術 BOSS的攻擊打破冰門之後 你們就可以走入冰門去進到下一個階段 那這邊我們多一他幾下之後 穿過這個冰門來到BOSS的後面 進來之後我們就往前往上走 西門館後面的BOSS 往上走一點點左側這邊會有一個酒罐 打破可以拿到三冬蟲 再來前面還會有凌韻可以吸收 假如說想要補充你的藥水瓶的話 可以在這邊吸收一下凌韻 除此以外就是側面會有一個火藻可以撿 然後我蠻興味在這邊撿到火藻種子 剛好把我的圖鑑給擠齊 下面東西搜到完之後我們往上走 這裡就會看到BOSS從上面的一個房子跳下來 那像我們前面說的BOSS的二階段 或者等一下的三階段都不是必定要出發的 如果一階段你有能力 然後想要直接打掉的話 也可以直接在一階段就把BOSS的所有血條都打掉 好當然最後我們走到底 這下面同樣會有一個平台 往前走一點點BOSS就會從側面跳出來 這裡就是BOSS的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BOSS是使用一個兵型炭 我自己的體感上來說 三個階段裡面我會覺得他第二階段是最容易 攻擊欲望最低的 所以我也建議在第二階段這邊可以多打BOSS一點血量 或者就直接把他給擊殺 要觸發第三階段跟我們觸發第二階段的方式一樣 BOSS生後會有一個火牆 如果BOSS用兵屬性的攻擊打一下之後 這後面的火牆就會消失 好那我在消耗一下BOSS的一些血量之後 我們去到第三階段 那建議如果你也想打BOSS的第三階段的話 可以在前面的幾個階段多打一點血量 再決定到最後的一個階段 因為最後的一個階段並不見得比較容易 然後我這個行者套有一點不錯 就是跑步可以記載棍式 等一下打BOSS開場的時候就可以有一些棍式 好那最後我們滑邊下來 最後一階段的BOSS就是熔岩形態 我自己覺得這一階段的BOSS攻擊欲望還蠻強的 也不是特別好對付 但也因為這一階段的BOSS的傷害 基本上都是火焰的攻擊 所以假如說你有第一張拿到的那個法寶 壁火罩的話 使用之後就可以吃下BOSS的絕大多數攻擊 好最後我們將這個BOSS給擊倒 這裡會觸發一個鐵山公主 火焰山土地 跟紅海兒之前的一段劇情 在這邊我們也得知了一個真相 紅海兒並不是牛魔王的親生骨肉 追星結束之後我們會被傳送 離開這片階藏地圖 紅門基島碧水金晶獸也獲得了 大力鐵角 紅泥雲濤 金晶獸的材料還有一個真丸 能夠加火寒的變身屬性攻擊 那這邊我們也可以直接先縮地清浮回去 土地廟的兵器製造裡面 會多了一個獸棍金晶獸的一個武器 可以去製造 裝備則是多了一套神針的大力套裝 可以去製造 不過一周目我們只能夠拿到總計四個大力鐵角 所以完成的套裝可能會需要二周目才可以打造 好呢最後我們就要傳送到火焰山 火光地的鋁磚坑去挑戰最終BOSS了 從鋁磚坑的傳送點出來 我們往上坡的方向走 走一下段之後我們會在最上面 再一次看到萍萍 這裡就是結束之前跟萍萍的劇情 他把天命人也就是我們帶過來 希望他的父親牛魔王能夠把根器交還於我們 好解決他哥哥的問題 以及火焰山的結束 牛魔王卻一語道出 眼前的這個萍萍 並不是牛魔王的女兒 眼界被誓破 紅孩兒解除了萍萍的偽裝 獻出了他原本的真身 他希望能夠從牛魔王那邊拿到六根之一 變強之後上天庭去保滅祖之仇 接著我們就會進到跟紅孩兒的戰鬥 那這個紅孩兒的戰鬥有兩個階段 但是兩個階段是獨立的 就是在第一階段 我們把所有的血拼或者魔力全部用完也沒有關係 因為到第二階段會重新回賣 或者你死掉的話也是直接從第二階段開始 那第一個形態紅孩兒的形態我覺得 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容易的 但是在紅孩兒戰敗之後 好牛魔王終於將封印在他肚子裡的根器 突破出來想要歸還給我們 其實在根器即將回到我們手上之前 剛剛的紅孩兒只是裝運 他一個化氣就把這個根器給奪走 並且石油吞噬掉了這個根器 他變身炸出了一團火光 此時豬八戒也出現擋在我們的身前 接著我們就會進到二階段跟夜茶王的戰鬥 不過戰鬥的前半部分我們有搞豬的幫助 那相對來說我覺得夜茶王的戰鬥是比較困難的 我的打法是上來第一棍給他一個三段的蓄力 他會有一個比較大的硬直 接著應該能夠至少打到兩段的輕攻擊 輕攻擊結束之後 我自己是用巨型三七拉開 然後再續一個三段的棍石去攻擊他 不過這一次打到之後他就沒有那麼大的硬直了 可以接幾下的輕攻擊 不過在他要開始攻擊你前 可以用定身術把他給定住 定住之後可以召喚翻身 還打比較多的傷害 達到半血老豬也會撤離戰場 說他不想要把牛魔王搞得架破人王 最後在我們擊倒夜茶王之後 鐵山公主會出來求情 希望我們不要把他的害兒給殺掉 為此他跪下向我們求情 甚至願意奉上自己的鐵扇 可是夜茶王或者紅害兒 絕不同意這樣的結局 他決定以往自由咬斷 過後我們也會進到第五章的劇情動畫 這邊其實也是接續到開頭最重要的劇情 在續張的開頭 百萬天兵天將前來圍剿孫悟空 其中出力最多的五妖 就是我們前面五個章節的boss 包括黑風怪 黃蜂大聖 黃美白木魔君 跟牛魔王自己 我們在這邊會回頭看到 牛魔王的一身 發現他的一身都在做 身不由己的選擇 就好像我們這一章拿到的根器 桌子兩邊都長了頭 沒有辦法往一個方向前進 那關於孫悟空的故事 關於這個六根 我們最後就會到第六章去揭曉 第五章 日若紅塵 也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這一章節結束的同時 我們也有拿到芭蕉扇之類的密報 接著我們就直接開始第六章 未進 先去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一個傳送點 在第六章的開頭 我們跟豬八戒一起回到了花果山 我們又去找到了猴子 希望他能夠把孫悟空的第六根交給我們 那我們就從出生地往下走一小段 那這個花果山理論上也是猴子 就是包括我們的故鄉 但此時往前走一小段 會出現一些天兵天降 那首次遇到這些天兵天降 都可以先把他們給激到 解鎖一下圖鑑 這裡總共會有四個不同的隱身圖 小妖圖鑑可以解鎖 那穿過這些天兵天降 直走到底就可以開啟 我們在第六章的第一個傳送點 這邊我用出行畫旗傳過他們 然後這邊的土地廟是石頭做的 跟千幾章不太一樣 這裡我們解鎖了花果山山角的青章道 然後我們前面再完成第五章的戰鬥之後 鑄造這邊多了可以鑄造燕火 就是紅孩兒的那個套裝 另外第六章的土地廟這邊 也會賣一些新的道具 像是利用內丹 錫金獻 紅鯉玉桃 金盛星這些材料 都可以先購買 除此以外 一樣我們傳送回六六村 在生猴這邊 他有多賣一個乾坤彩葫蘆 喝的時候能夠增加造成的傷害 還有錯用 其他下面也多了一個神針級別的炮酒物跟酒 買完這五酒 我們也完成了在遊戲裡面全部的酒類收集 那旁邊虛狗沒有賣什麼特別重要的東西 就是多了一些單藥 像是酒轉晚餐單 然後長龍如果你跟我一樣 已經把全部的種子都集齊的話 可以拿到一個會信藍的酒石 最後還有一個不知道是不是bug的情況 如果我們傳送回第五章的雲專科 回到之前跟紅孩兒夜叉王戰鬥的地方 可以看到平平就站在這邊 不過這裡沒有辦法跟他進行任何互動 最多就只是拍照打卡 好啦那這部影片就把第五章的探索給完成了 遊戲馬上也要進入尾聲第六章了 這部影片就先聊到這邊 看完喜歡千萬不要忘記點贊訂閱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 掰掰